学习性灵法门已经有五年了 前四年呢 弟子自己觉得真真 自己觉得自己白修 因为没有好好认真地学习白话佛法 那2017年新加坡法会过后呢 弟子也跟菩萨许念说 每天要读一篇白话佛法 2018年元旦 弟子跟夏静决心许愿 每天读一篇白话佛法 听白话佛法然后做笔记 许完愿过后呢 弟子都会梦见师父 和基尼观音堂的师兄们 因为许过愿 弟子每天都不敢再慢 每天都读白话佛法和写笔记 到了晚上 有时候人很累都硬拿着笔 抄一小段白话佛法才敢去睡觉 可是有时候很神奇 抄完一段白话佛法法的精神更好 白话佛法如如一个金刚照 它起了一个保护灰命的作用 因为之前师父说 读白话佛法会保护灰命 弟子当时还不知道 到底这计划到底是什么意思 后来在认真学习白话佛法后 弟子白话佛法让我通过了很多次梦口 梦中很多时候遇到危难 读过白话佛法的博言博语 命在自己巴士田中 他都会自动地跑出来 帮我渡过难关 如果白天自己意念持得不好见 晚上我就会梦到师父师母和 西尼观音堂的师兄们来警醒我 所以说 白话佛法如如一本戒书 常常提醒弟子到底哪里可以做 哪里不可以做 真的是保护灰命 所以许愿每天学习白话佛法的好处 实在太多太多了 在这里就不能经述 上个星期六 我们在观音堂共修 有一位师兄向我们登讲到 说他自己许愿 要在六月之前读 一百篇白话佛法 我当时呢 正受启发 我想到每天只读一篇 听一篇和做笔记 实在进步太慢了 再加上最近师父在广播里开示 但是学心灵法门 现在已经进入第二阶段 观星菩萨也开示 所有学心灵法门的人 如果你学白话佛法的话 你会得到无量智慧 师父现在也强烈呼吁 所有学心灵法门 全世界的佛友 全部都要学白话佛法 如果不学白话佛法 第一下不了业障 第二增加不了智慧 白话佛法已经成为第四个法宝了 那昨晚十点左右 弟子心里默默的祈祷 要把这个毒量加上 每天掠毒 三篇白话佛法 那想到明天早上 才上香跟菩萨许愿 想不到晚上我竟然梦见 又梦见师父 跟一位师兄 排队要进办公室 见师父 那时师父穿着黑西装 还白衬衫 给了我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好像仿佛 是针对我的祈祷 给了一个盖箱 例如我经验当中 我知道师父说 天师父等人 大面积学习白话佛法 是正确的方向 弟子希望 弟子分享 能够鼓励更多的师兄们 乖乖的听师父的话 听菩萨的话 珍惜白话佛法 大量学习白话佛法 我们大家一起 真的师父的步伐 跑准没错的 以上分享如有不如理 不如把这地方 请光心菩萨 慈悲原谅 请师父原谅 请父法则原谅 一起的分享到此为止 感恩师父 请师父可以 跟我指点 指出毛病吗 师父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自己叫师父开始 说五分钟 师父睡着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的音可能不好听 不是不是 是不是很累 你叫我停下来 我就睡觉 你叫我醒着 我就度人 好了 OKOK 没关系 师父 我们现在 每个人都忙着 筹配我们的 新加坡法会 我们很多师兄都很努力的 每天都出去红宝 对 打发邀请航 我们要广邀更多的 有缘众生 来参加法会 记者 恳请关心菩萨 恳请师父 多多保佑 我们的师兄们 大家都很精进的 努力的去发传 去广度更多 新加坡有缘众生 来参加法会 请师父加持我们 好 再见 再见 感恩师父 我的话完了 谢谢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感恩師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